作词 李宗盛 请收看大法谷节目 佛教常常劝人不要有分别心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分别心却处处可见 例如企业求财的选择 入学考试测验 以及选择适当的结婚对象等等 这都是分别心的例子 那么这与佛法所说的分别心 是不是有所冲突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一个名词 就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读方法 或解读的结果 所以语言是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意见的 观念的工具 但是语言不可靠 因为同一个名词 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解读方法 就是在附近里面来讲 讲无分别 究竟是大家都一开始就无分别吗 做不到的 开始的时候是要从有分别 然后才能够达到无分别的程度的 好像是 这幅法讲 要讲无我 无私 实际上 我们中国人都说 人不自私 天诸地秘 那么无我 可能吗 所以一开始是无我的 一开始就是无私的 那连修行都不能修 本来就没有了 那还要修什么行呢 那没有啊 你做点 也没有啊 找你点了 所以无分别是从有分别开始的 不要一想到无分别 那就说什么都不要去啊 这个去分别了 那无分别比如说父子是两代 你是无分别 儿子就是父亲 父亲就是儿子咯 子弟的太太或人家的太太 那无分别的话呢 就是人家的太太 就是子弟的太太 子弟的太太 就是人家的太太咯 叫做无分别的话 如果子弟的钱就是人家的钱 人家的钱就是子弟的钱了咯 如果是这样子 不是天下大乱了吗 没有这回事 所以 佛法 分别非常的清楚的 善于恶 多于少 长于短 大于小 由于无 封闭的 是非常清楚的 比如说 做恶 有恶报 那 做善 有善报 这不是封闭吗 还有 说凡夫 和圣人 众生 一佛 应该是平等的 但是 如果是讲平等的 就不要修行咯 那 佛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佛咯 所以曾经呢 有一个基督教的摩斯 来问我 说一切众生 都能成佛 都是佛 对不对 我说 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 我听到说 众生与佛是平等的 我说 这句话 是 佛教徒讲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问 他说 那 那狗就是佛咯 蚂蚁也是佛咯 那个老虎也是佛咯 狮子也是佛咯 苍蝇 蚂蚁 蟑螂 全部都是佛咯 那你为什么不去拜那些 这个蟑螂啊 苍蚁啊 蚂蚁啊 你要拜 什么释迦牟尼佛呢 哎 我说 你错了 我说 我们佛教讲啊 说无差比 是讲的呀 理上的无差比 也就是 最后的 无差比 而不是啊 现象的无差比 现象界啊 凡夫就是凡夫 众生就是众生 圣人就是圣人 佛就是佛 不是啊 完全一律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释迦牟尼佛虽然说 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甚至于 圣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就说 啊 真奇妙啊 世界的所有一切众生啊 都具备着佛的功德像啊 但是 他在成佛之后 这四十多年的时间呢 是辛辛苦苦的到处奔走 就是为了度众生啊 使得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这不是矛盾了吗 既然众生都有具备啊 佛的功德像 为什么他还要度众生 因为众生虽然具备有本质上的功德像 可是现在他不是佛啊 还是众生呢 因为被烦恼说困扰 他现在还是众生 因此还是要用佛法来救济他们 帮助他们 让他们从啊烦恼之中啊 解脱出来以后呢 再好好地修佛修会啊 而能够成佛 并不是说一切众生就已经成了佛了 这个道理也很容易懂啊 凡是啊 功名啊 出生之后 基本上都可能有被竞选 或者是直接去竞选 或者是又被人家选上啊 成为一国自主总统的身份的 但是 不一定呢 每一个人长大以后 到时为止 都有资格 都有可能做总统 被选或者直接去竞选 这就是不平等了 这就是有差别的 也就是有封闭的 因此呢 封闭啊 是必然的现象 没有封闭的话 那不是一个 一个混乱的世界了吗 所以佛教徒的世界 还是啊 非常有秩序的 而秩序竟然 层次分明 一层一层的向上 修行的 这个内在的经验的层次 也是一层一层的向上 进阶的 到最后 解脱了 成佛了 那就是无分比 无分比 这是一种啊 修行积国的经验 而并不是等于说 一开始就不要有分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